大家好,華記5月5日直擊報導 今天有幾件事想說 第一件事是世界上有8個國家 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下 向中國索償775萬億 整個國家賠償都搞不定 首先要說哪幾個國家要我們中國賠償 第一個就是美國 有三個州索償 第二個是英國 第三個是意大利 第四個是德國 第五個是埃及 第六個是印度 第七個是尼日利亞 第八個是澳大利亞 加上索償775萬億 世衛用一個比較持平的態度 立即被人杯葛 現在跟當年的八國聯軍差不多 加上有吳三桂 我們香港的立法會有一堆 吳三桂 26個泛暴派的議員 吳三桂 引清兵入關 今天黃綠醫生郭家琪 我在立法會的影片看到 陳恆彬 趕他走 為什麼 他還在說 黃綠醫生郭家琪 他還在侮辱中國 他還在說武漢肺炎 陳恆彬做代主席 你收不收回 阿郭家琪 他是人無恥無極 還在不斷重複武漢肺炎 就被陳恆彬說出去 因為你武漢肺炎這四個字 現在就是八國聯軍 巨額索償你中國 國債還不想還美國 今天就 基本上想說一下 其實現在這個問題都很嚴重 但是我們其實無能為力 我們只能夠把我們香港的漢奸走狗 趕走 雖然現在給八個國家 就索償我們中國七百七十五萬億 七百七十五萬億 一萬億都不得了 七百七十五萬億 美國鬼拍後尾 剛剛出了一個新聞 美國有一個市長承認 他在去年11月已經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 這是新澤西州貝爾維爾市長 邁克爾貝勒姆 根據美國傳媒報導 美國新澤西州市長 在4月30日表示 自己在2019年11月已經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 檢驗測試顯示 他已經擁有新型冠狀病毒的抗體 令到許多人感到害怕 因為美國今年1月20日才報導 首宗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例 而這個米克爾的感染日期是11月 所以自打嘴巴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 美國這位米克爾 他自己鬼拍後尾症 希望大家認清事實 昨天拍了一段影片 關於去年10月6日的黑暴事件 馬蹄路被人打 在TVB的藝人 那天是我第一天認識馬蹄路 李歷詞介紹 我們下午在龍華吃飯 有阿威令賢 馬蹄路 李歷詞做了一些明星 主要是反無面法 我們拍了一段影片 即席支持政府推動反無面法 那天我在旺角康德斯酒店 有個展銷會 那天黑暴在街上暴動 風路三霸 交通癱瘓 乘不到的士 我由這個沙田去旺角 用了兩個小時 又轉巴士又轉小巴 沒有了的士 本來酒店的時間到8點 兩點鐘要趴我們走 因為下面暴動 那幾天發生了很多黑暴 的士司機被人打到半死 又臨強水 又襲警 沒有差別打人 很多很多 鐵路被他堵塞 擋雜物 搞到火車都停了 很恐怖 因為事緣 那天完成後 康德斯酒酒店 提早回家吃飯 發覺 原來新聞報道 馬提露被人打 然後收到電話 然後故事又說到昨天 那些友人留言說 我作大獅子山那裏 沒有人這樣抗議 我今天查看影片 高呼一次 去年的10月 是香港很恐怖的日子 我們馬上去看看 暴力割借 如果一群人去遊行示威 特別是沒有拆滅的時候 他們戴口罩就犯法 我們好像雙風級戴口罩是沒有事的 華記有沒有拍滅 都不可以戴珠水 戴眼罩 戴口罩去示威 和暴力割借 多謝兩位專家 我華記認識了 做好的 做烏波 可以嗎 真的逐格檢查 神經病 神經病 他到處 迷敦渡我們沒有了 走不到 我前面是總站 軟租前那裏 前面是總站 沒有了 就是很困擾 那些暴徒 把路封了 搞到沒有車一打 真的很煩 千辛萬苦 由長沙環來到旺角當德斯酒店 即是兩豪光 其實都不適宜過我來 但因為我的車 剛才約了李導演、屈小姐他們 免得遲到在無可飛機 沒有開車 這輛車就放在旺角 現在又回來拿 那麼 趕快拿車就即走 因為都帶了很多麻煩 剛才在長沙環的士 整個小時都接不到 很辛苦才上到一輛小巴 巴士又過了路 又去不到目的地 製造成我香港都很混亂 很混亂 即是現在周圍 好像打仗一樣 全部排場 唉 真的很差 唉 真是 都不想來這一後 尼敦道是高危 大家很滑忌 我剛才跟馬提露吃完飯 我剛才在新聞裡 看到馬提露在旺角被人打 我覺得我們不能再忍 怎可以無差別狗打人 我希望我拍這段影片 希望大家一起要止步制裂 因為我剛才跟馬提露 分開了無多久 我就看到他在電視上被人打 我覺得真的太離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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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獅子沙 這是波打老道 獅子沙 真的太離譜了 好像有所見 關 EST 對 對 dropped 整個獅子沙 拿回來 都很棒 怎樣 好 我都可以走过来 我都可以走过来 他做网络 做网络 真是逐届逐届检查 先介绍这么多 我们今天向世界出发 去看欧洲的充电站 参观很多的充电站 接着我们住了很多B&B 我就介绍一下欧洲的B&B 有条片可以给大家看 好,去片 早晨,我们驾驾电车 环游欧洲考察充电站 我们来到荷兰 我们就住在这一间B&B 早晨,我们今天介绍一下 这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B&B 我们这里是距离市中心很近的 我们就住在楼上一楼 好了,上来看看 这一间B&B 我们先进去 先进去 先进去 好了,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镜子 然后我们进去 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镜子 然后我们进去 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镜子 然后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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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厨房 然后我们进去 重点 为什么我们来欧洲这么多日 最喜欢设计B&B 除了她多房间之外 最主要是这个厨房 可以煮食 那我们的厨神 Christine 对了 很正面 很正 好了 然后,出来看看这个楼台 是L型的 很方便的 那我们 那我们 駕駛电动车去欧洲 全途就试完一些 B&B 充电站 Uber 都试完 其实都挺方便 我们今天就在这里 这里 这里 拜拜 谢谢 大家好 又是我Judy 今天想和大家说 全球印钧 对你和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就以美金为例子 1900年 1元的美金 可以买到一双专利的皮鞋 到90年代 1元美金 就已经可以买到一公升的牛奶 到现在这一刻 1元美金 只可以在iTune里 弄一首歌 那为什么美国要印钧 因为美国一直行高端制造 以及用金融去维持 不是靠这个实体的产业 只要透过印债捐 通过贬值 增值 制造金融危机的方法 让别人借给美国的钱缩水 所以只要你是持现金 就会发现 为何同一个100元 现在会越来越不见用 而买的东西会越来越少 所以只要持有资产 才可以保住我们的财富 就像20年前 你用100万在香港买一个物业 现在应该值400万 如果你想香港置业 已经难了很多 除了在这20年里的升值 还有辣椒 所以置业 其实也不容易 所以海外物业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又要低入墙币 高回报 将近一个星期六日 就有一个机会 我们会在旺角的康德斯酒店 有一个日本一二手楼的分享会 我们请了人气KOL 画记 去和大家分享 因为QE的关系 物业就会升值 而做B&B 就可以正正令到你的物业升值 所以今个星期 我们会介绍高端服务式住宅 以及我们因为有合法的民宿盘照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来到我们的展销会 大家可以透过WhatsApp去报名 希望到时见到你了 拜拜 positive 着张 对 不 情 质 big 坏 一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